今天复活节 然后这个地方遭了两 不是不是复活节 是23号 所以23号 这个地方挨了两炮 我正在去给人家 送那个什么 酱血糖药的路上 这个地方刚刚在附近挨了两炮 我名字好大呀 我的天我名字好大呀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啊 感谢上帝爱我 你看你看你看到吗 这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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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西 我就在我旁边啊 你看这个距离怎么弄得也得500米吧 哦的 刚才两炮就从这个地方 哦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哦感谢上帝 哦这个好近呀 哦我没死 哎呀我这 我这志愿者天天做好吃 给别人送酱药药 然后上帝也会爱我的 这个地方是老赵 刚才那两个发不是炮鸡是导弹 我问了一下专业人士 然后现在还是在送酱血糖药的路上 一共是四盒酱血糖药 然后今天就算是炮鸡的话 我还是要继续送的 然后里面 里面这是票据 呃哎 小剧 这个 啊 即使是遭到导弹袭击 呃命悬一箭 死里逃生啊 还是要把自愿者的工作 该做好的做好 还有 我是晕车的 我是晕车的啊 然后再加上这个导弹一炸 呃 感觉更晕了 顺便是什么 刚才真对不起大家哈 我笑的太贱了 太瘆人了 主要是因为导弹就在我旁边爆炸的 哦 真的是 真的是四遇到城 当时一开始的时候就 呃 先不害怕 然后过一会儿就特别害怕 然后就特别的 兴奋 开心 就狂笑起来了 笑得很瘆人哈 对不起大家 对不起对不起 然后我们继续送这四盒抗 呃 酱血糖药 OK 谢谢大家哈 对不起 祝大家身体健康 希望战争早日结束 呃 好 明天24号是东正教的复活节 教会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这种小礼物 这叫做海担吗 哈哈 然后我的 里面都是有一些巧克力和糖的 我的就吃完了 然后这个是多出来的 而且它比较特殊 多写了一个小纸片 我这是比较特殊的 留的最后一个 我给教会药过来 放到这个老奶奶的袋子里面 啊 当然 老奶奶她要吃 酱血糖的药 肯定不能吃糖了 但是她家里有女儿 然后那个小姑娘吃了这个糖 然后让她 让老奶奶去看看这里面写的纸吧 这每一张纸的话都会引用圣经一条 画 然后写上 因为这个是特殊的嘛 多写了 呃 一个小纸片 希望老奶奶在明天的时候能够更开心 呵呵 糖不是给老奶奶吃的哈 是给她女儿吃的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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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